安世全书 万善先知及卷一 因果劝 上 劝载官 乐时垂辞 出自旧唐史 唐朝大书法家 颜真卿 度信佛教 曾受介于 胡州惠明禅师 他在书法上 特别以凯书建成 有多幅 快智人口的碑帖 流传于后世 并于欧阳巡 柳公权 赵孟甫 并称为凯书四大家 不过 他不仅在文字艺术领域上 造诣高 在政治上 也有相当亮眼的表现 唐朝天保十四年 即七五五年 颜真卿率领二十万大军 前往赵燕之地 扫除叛军 虽然不能一举平定安史之乱 但是也使得动荡已久的局势 一度得到安稳 前元二年 即七五九年 颜真卿调任浙江节度使 兼申州次使 此时 虽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 唐氏却也已经收复了长安 与洛阳两个重要都市 颜真卿于是在此时 上书唐宿宗 请求在天下各个重要郡县 港口关卡 江河沿线设置放生池 一方面广播慈爱护生的观念 另一方面 也以彰显圣上的英明神武 唐宿宗应与了颜真卿的请求 在各个放生池设置石碑 并封他为鲁郡宫 由于颜真卿的忠贞爱名 使他在当世相当受到朝廷 与百姓敬重 人民都尊称他为颜鲁宫 他过世的时候 德宗甚至亲自下诏表扬 弃至天资 宫中杰出 出入四朝 兼真一致 为他废朝八日 案 设置放生池 必须按照律法 立定石碑 石碑即立 则池中一切生物 皆不得补捞杀害 当年 严鲁公请求 唐宿宗设立的碑文 虽称是预制石碑 实际上 碑中文字 却都是出自炎鲁公的妙笔 从唐朝到现代 已经历了一千多年 其间 因为放生池所得救的无数生命 以及众生 无意中所种下的无量功德 实在都应该要感谢 严鲁公开创放生池的楷模 如今 严鲁公所设立的八十一处放生池中 还有一处现存于南京的乌龙潭 若是民众 有幸行经 不妨前往瞻仰古人一风 然后再次复杂了一遍 再次复杂了一遍